還要來看到終於一天降甘霖了 南投日月潭在今天中午過後 因為午後熱對流的影響 下起了滂沱大雨 當地居民聽著大雨的聲音 都非常的開心 期待可以下久一點 而日月潭的氣象站也偵測到 日月潭單市的累積雨量 達到了二十四毫米 創下了今年單市的紀錄 但可惜的是 對水庫的幫助不大 南投日月潭下雨了 聽著雨聲 雨下得很大 雨水打在地上 還不斷漸起水花 日月潭湖面被連續不斷的大雨笼罩 放眼過去一片雾茫茫 宛如仙境 這場雨從中午過後就開始下 連續將近兩個小時 當地民眾樂得不得了 大雨也讓干涸的日月潭出水口 淤泥有了小水蛙 原本因為沒水長出的大草原也出現了積水 還有鹿谷也下大雨 以農為生的居民都希望下久一點 茶根竹都非常需要雨水 已經太久沒有下雨了 地都已經快要乾裂了 今天下了一場雨真的很開心 你看地上都是死的了 終於有水了 溪頭也下起大雨 遊客快跑進屋子裡躲雨 南投山區午後因為熱對流影響 出現明顯降雨 日月潭氣象站偵測出 日月潭一日累積雨量達到24毫米 雖然有明顯降雨 但實際對水庫的幫助卻不大 氣象站預估明天天氣會轉乾 下一波降雨要等到28號 民眾都很期待雨下多一點 久一點替日月潭水庫接接客 華視新聞 蘇布蘭聯品星周大祥南投報導